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 1月12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二个评论节目 想谈谈呢 伊朗 乌基 乌克兰克基 造成了176人死亡 其中加拿大人57名 那么大学生 4名 那么本人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 也作为多伦多大学一个访问学者 对这次时间呢 特别关注 也非常的气愤 我认为特鲁多 在1月10日发表的一些讲话 谴责伊朗方面 伊朗的军方 那么我认为特鲁多做了一些努力 特别是派那个外交人员 前往伊朗去参与调查 那么但是呢 我认为很不够 在国际事务方面呢 特鲁多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软弱 历来都是这样 由于软热呢 就软弱可欺啊 别人可能就不给自己当回事啊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 这个总理啊 非同寻常啊 同于一般人 如果是平常我们草民啊 那可能软弱一点 别人欺负欺负也无所谓 但是啊 作为特鲁多加拿大一个总理 我认为在这件事上 一定要进一步的表达自己的这种 抗议的愤怒的心情 而且一定要追杀到底啊 千万不要妥协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伊朗这一方面 根据网络上现在发表了很多消息啊 态度我认为 非常的这个不老实 不真诚啊 你看这个今天 海外的万维网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击落客机败露 伊朗空军司令 危机公关能力经验 这就明显是很有倾向性了 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说伊朗这一方面 刚开始的时候 1月8号这个发生这个事件 随后呢 这个伊朗呢 一再的否认啊 说是激烈故障 那么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下 也是由于美国这方面啊 非常强硬啊 非常的具体的披露这些证据 不得不承认是被这个军方啊 这个导弹击中了 那么但是后来是秀秀大大的啊 这个又言又止啊 这个你看伊朗这个国家电子台 在周六啊 引述军方的话讲到什么呢 说是无意中击落了实施的乌克兰飞机啊 那当然是无意的 肯定不会是故意的啊 但是啊不要忘记了 这个无意当中 也体现出什么呢 体现出伊朗 这些军方啊 这个对于这个人的生命的这个默思啊 特别是对这些这个航空公司当中啊 那么这些乘客 这个生命 那是当成儿戏的 因为你既然要和美国 要想争斗一把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这个把这个苏来曼尼亚 这个斩首之后啊 伊朗非常愤怒 当时这个伊朗整个社会的群情挤扬啊 实际上是伊朗的当政者演了一场戏啊 做了一个局啊 主要是为了满足于国内这些渔民啊 这种愚昧的爱国主义啊 另一方面显示这个政府的一个强硬啊 那么虽然这个调门交得很高 但实际上在打击美国在伊拉克这个军事基地啊 这一方面啊 也包括在大使馆周边啊 发射这个一些导弹的袭击啊 那都是有分寸的 其中在这个信息传递方面 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互相之间的一个讨价还价 一个作曲啊 我早在一个视频节目当中也顺便提到了啊 那么这次我在一再这个再次这个明确的这个强调 不要看伊朗这个表面上谴责美国的时候呢 这个群情激愤啊 实际上这些政治人物啊 内部都有这个肮脏的这个交易啊 伊朗根本不敢和美国交本啊 那么所以说也是在玩这个伊朗的民意啊 那么非常的倒霉啊 非常悲惨就是乌克兰这个这个客机啊 那么按道理讲 要和美国交调啊 那肯定要下定首先要关闭这个机场了 这民航方面承担着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但是你看这个伊朗这位这个军方的啊 这个叫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员呢 他讲的话 他只是表示这个道歉啊 言不由衷的 甚至非常夸张的啊 这个渲染啊 说他自己呢 我恨不得当场死去啊 这完全是吓唬油 因为死去的是一百六十个 一百七十六个啊 无辜的生命 而且其中包括很多这个非常这个有名的啊 非常了不起的一些社会经营啊 一些知识分子啊 其中包括医生啊等等啊 牙医都是非常有作为的啊 那么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可畏啊 他一他讲这么一个道歉啊 轻松这么一句 但是付出代价的 那么是这一百多人的生命 而且连带着这很多的家庭啊 这是不可挽回的啊 那么他讲这个恨不得当场死去 他自己还活着 而且活得挺好 讲话的时候 还阵阵的有词啊 其中讲到了 这个整个这个 击落啊 是由美国方面啊 这个美国的冒险主义引发的这个 危机啊 导致这种灾难啊 而且轻描淡写的讲到这个 他的军方的这个操作当中啊 在几秒钟当中 做出了误判 但是不要忘了 刚才我也讲到了 在这之前 他作为军方的领导人啊 早早就应该是 这个关闭啊 这个机场 但是他在这些讲话当中 却讲到什么 说政府没有责任啊 就民航组织也没有责任 机场也没有责任 没有错 把全部责任都 推到了什么呢 推到了这个防空系统当中 具体这个操作的啊 就普通的这些战士啊 那么发射导弹这些操控这些人员啊 那么显然啊 这是不真诚 完全是推卸责任了 不应当就谅解他了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的当地的大学生啊 也看透了他们的本质啊 就草菅人民的本质 所以呢 爆发了这个成千 上百的人抗议活动 但是伊朗却在这个媒体报道方面进行 就封闭啊 进行阻挠啊 同时也进行一些 这个抵制对这些学生的抗议啊 你可以看出 他这个态度根本就是不真诚的 存在着严重的一种问题 所以说加拿大基于自己的这个国民啊 就多达啊 57人 这个一定要和他这个和这个伊朗啊 要严厉的一些交涉啊 我认为一个是要 对这个这次事件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要真正的了解清楚 到底责任在哪一方面啊 了解清楚 第二个呢 要这个 要要求啊 这个伊朗啊 给予这个巨额的赔赏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 这个受难者的家人亲友啊 目前沉浸在这个悲痛当中 虽然说再多的金钱 也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啊 但最起码至少 对这个人的价值啊 是一个认同啊 而且对他们的心灵啊 这是一种这个宽慰啊 所以说 也显示这个政府啊 也显示出特鲁多所代表的加拿大政府啊 对自己国民的一种负责的精神 所以这方面 绝对不能这个退出啊 整体上总是给我的感觉啊 小特鲁多做的实在是不够啊 你看特鲁多现在这个流着胡子 显得很沧桑啊 但是实际上在外交方面 就是我认为内政外交方面啊 显得给人感觉就特别的就会软重啊 这个力气不足啊 这个阳刚之气啊 欠缺啊 那么当然发生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意外的这个突发事件啊 是难以预测想象的 但是只要一旦发生就考验什么呢 考验国家领导人这种应对的这个突发事件啊 这种智慧啊 这种智慧啊 胆识啊 破例啊 这个甚至我认为 这个特鲁多应该啊 在进一步 这个在军事方面啊 应该想些办法 如果他是 不真诚的这个道歉呢 不给予赔赏啊 这个呢 不给这个调查的结果啊 这个真实的全面的啊 就承送你这个加拿大这方面啊 我认为应该对这个伊朗啊 采取这个强硬的军事措施啊 这一方面应该学习一点美国 你看美国老川普 这个虽然是年事已高啊 这但是啊 在这个斩首行动当中呢 这是肃力不仅仅自私啊 那么下了学习之后 就坚决完成这个目标啊 达到目的啊 这一点真实啊 确实是了不起啊 小特鲁多和他站在一起 这显得是不成 不成一个档次 还不成气候啊 所以说真为这个 特鲁多的这个着急啊 但愿特鲁多 这次算是连任啊 总理啊 不要辜负了 加拿大国民就希望啊 那本人有两个身份啊 一个是不久前就是 已经入籍加拿大了 作为加拿大的公民 为加拿大失去的这57人啊 也包括这76 176个所有的遇难者 应该表示同情啊 另一方面就是呢 要对这个 要强烈的谴责啊 这个伊朗 此外呢 本人就是多伦多大学一个 访问学者啊 那么在2009年来到加拿大之后 就一直在加拿大这个 多伦多大学 没期学做方言学者啊 他们对我是非常的 这个偏爱啊 虽然目前本人 比较忙啊 搞了这个自媒体啊 都好点评 这个比较少的机会啊 能够到这个学校 去参与一些活动 但是要特别感谢 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所以说有四个多大的学生 在这次事件当中 不幸这个遭遇的灾难啊 本人也是心里 非常非常难过啊 那么这个 我希望这个特鲁多啊 能够在这个 对伊朗的交往这个方面啊 要进一步的做一些 这个准备啊 应对准备啊 如果他们让 给予既有巨额的赔赏啊 那么家属比较满意 那么可能就可以 还一还 如果反思 倒是薪资啊 像今天 这个伊朗军方 这个发言人 这个所谓的航空航天 部队司令人 讲这本话 那肯定要狠狠的啊 就教训这个伊朗 千万不要客气啊 那么 和平是靠什么呢 靠这个斗争来争取 不是靠祈祷 不是靠 这个软柱啊 不要靠 不是靠这个忍让啊 丧持原则的一种啊 这个自我安慰啊 这个靠这些东西 还应该 我再次强调啊 应该向这个老川普学习啊 那么今天的多点名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光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 那里的老川普学习